任何講公平正義的人 有個最重要的指標 那個指標就是貧富差距 因為貧富差距才是 講正義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講正義一定會關心弱勢 所以貧富差距如果加大 代表有錢越有錢窮人越有窮 這是最關鍵 可是蔡英文執策的這幾年怎樣 你還幫我們找出來 特別找出來 這是很容易找吧 老花眼看到嗎 前百分之五到後百分之五 2016年是104倍 2017年是111倍 2018年是122倍 2019年是130倍 2020年是149倍 2021也是161倍 每年每年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你跟我講這個社會 你做了多少政策 我都講這次有不公平 不正義的社會 因為有錢越有錢窮人越窮 這絕對不是一個正義社會 該走的路 因為我自己研究社會正義 我剛剛講John Ross 就是最有名的正義論的思想家 我自己花了幾十年時間 研究他的東西 我自己從小出身貧窮 我非常關心弱勢 我覺得一個社會 如果不關心弱勢 這個社會出現仇恨 對立差距 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社會的弱勢得到照顧 社會會是溫暖 所以我很在乎公平正義 但是我發現他們公平正義 現在已經不見了